各位同学大家好 Hi, I'm Cindy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高中英文龙藤版第四册第八课 那这一课是在讲佛洛伊德, Fried and the dream 和梦境 就是我们知道佛洛伊德它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就是关于梦境的解析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课的单字 请同学翻到课本159页 159页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字 in row 同学这个row它本身就是有滚动的意思 好,请你这样写,好像是滚动 这个加上en就是好像有食滚动那种感觉 那当名词的话row我们就知道就是像什么卷啊,春卷啊 这样子卷 好,那in row呢同学它的意思是时登记入学或者是注册 比方说同学在这个学期开始就会拿到注册单 这个呢就是in row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解释 to put someone's name on the list of students officially attending a school 好,就是将一个人的名字放在这个学生的名单上面 list就是名单,officially就是正式地 attending,attending at a school 就是入学 入学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Meter Brown was enrolled at the university at the age of 76 which met him the oldest college student in the country 好,布朗先生呢怎么样 这个be enrolled 好,这个地方呢就是登记入学 那注意一下,他要用被动式哦 他要用被动式哦 他要用被动式哦 好,在这个大学呢 然后是在76岁的高龄 豆点which 同学 这个豆点which呢 他应该是在修士前面的这个年纪 好,就是76岁这个年纪呢 这个met是实义动词使得 使得 使得他 好,11动词使得他 然后呢这个 the oldest college student 这个是受词补语 在这个国家 年纪最大的大学生 年纪最大的大学生 好,再来看到第二句 It is the end of September now I think it is too late to enroll at the college 现在呢已经是9月底了 我认为我想 好,从这边到这地方 很长的一个名词字句 好,名词字句 这件事太慢了 to late to do something 太点点点而无法点点点 太晚而没有办法注册 好,就是注册入学 OK 那同学注意一下 注册入学呢 这地方你要有接系词 这个是at Universal at the college 再来看到它的名词型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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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ent呢 我们知道就是名词的字尾 那这地方呢 会变成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就是指登记入学或注册 这样,好,来看到例句 As the first step in their enrollment all new students must fill in their own personal information online 好,这个s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作为 它这地方是一个介系词 介系词 作为第一步 什么第一步 在他们的注册 注册入学的第一步 所有的新生必须要fill in fill in呢 这个是填入表格的意思 填表格 好,填入他们自己的个人资讯 然后online就是在线上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补充 好,同学在使用这个用法的时候呢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在这里 我们说报名或者是 好,注册什么样的课程 好,你要注意呢 要enroll in 或者是for 这个地方请你注意一下 好,就是报名什么样的课程 这样 好,那再来呢 请你注意一下enroll跟register的不同 那enroll呢 就是说 使某人成为某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的分子 这样 比方说入会 好,注册入学等等 这样 这个都是 像看这一句 After paying a membership fee 在付了会员费之后 这个membership fee就是会员费 We were enrolled as members of the club 我们就成为 好,就是注册成为 成为什么呢 as后面加上身份 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 那在register的话呢 这个也叫做注册 但是它是说你登记名字呢 就会有官方的记录 比方说去 这个小baby出生 你父母 就爸爸妈妈一定要带baby去怎么样 入籍户口嘛 这样 所以这个动作 这个呢就叫做register 好,比方说 Parents must register their babies at birth 好,父母必须呢 就是替他们的小孩 好,亲生儿呢 登记名字 这样 好,那或者是 这个 第二句 Hotel guests have to register at the reception desk 好,这个入住的房客呢 就必须在这个柜台呢 好,登记他的名字 所以这个register就是登记名字 好,注意一下 好,那这个reception desk 就是柜台 好,就是这个接待的柜台 好,所以同学呢 这个地方呢 好,大概请你注意一下 这几个用法 这几个用法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下一个 看到下一个单字 第二个 第二个 spacious 好,这个字呢 叫做 就是宽敞的 那这字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space space 是什么 空间 或者是 好,太空 空间 好,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形容词 也就是宽敞的 好,我们来看到解释 have been a lot of space 就是有很多的空间 有很多的空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 the concert hall is spacious enough to house an audience of nearly 2,000 people 好,这个the concert hall 就是音乐厅 好,enough to do something 这个句型我们学过了 就是够如何如何 而能 好,所以就是够宽敞 而能 house 这个house是动词 就是容纳 容纳 an audience 这个地方是指一群的观众 好,一大群的观众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很像一个计量词 一大群观众 好,多少观众呢 几乎有2,000人 几乎有2,000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补充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有讲 好,就是说除了当空间 或者是太 这个太空 另外也可以当做车位 好,另外也可以当做车位 好,比方说外太空怎么讲 在这个地方 好,有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句 advancement in technology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us to explore outer space 好,就是在科技上的advancement 就是进步 进步 好,在科技上的进步 已经识得这件事是有可能的 哪件事 在这里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有可能 就是去探索外太空 所以同学请你这边写一下 outer space 这个叫外太空 这个叫外太空 然后呢 再来 停车位呢也可以在这里 a parking space 好,parking space 就是停车位 停车位 停车位 那老师在这边呢补充一下spacious的同意字 同意字 同意字像 等于immense immense immense呢 就是巨大的意思 或者是等于vast 也是广大的 广大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 第三个 nowhere nowhere 那从这个字面上我们就知道说where就是哪里嘛 no就是没有嘛 所以就是无处 没有地方 好,那同学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副词 好,看到解释 not in or going to any particular place 好,没有在或者是去任何特定的地方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we are going nowhere with this experiment we need to change our approach 我们呢怎么样 are going nowhere 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 就是毫无进展 好,所以地方呢 请你写上毫无进展 毫无进展 好,with this experiment 就是在这个实验 在这个实验部分 好,那我们需要去改变我们的approach 就是方法 就是方法 这个approach呢 在前面我学过 当名词的时候就是方法 当动词的时候就是靠近跟接近 好,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好,同时我们看到这个 go and get nowhere 就是刚刚例句讲的徒劳无功的意思 好,然后再来看到第二个 out of or from nowhere 就是不知道从何处 好,不知道从何处冒出来 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the winning horse in the competition came out of nowhere nobody had heard of it before 好,这个冠军马呢 在这场竞赛中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 没有人以前曾经听过它 好,或者是 nowhere to be seen nowhere to be found 就是到处都看不到 或者是到处都找不到 这样,ok 比方说这个例句 I remember that I left my money on the table but now it is nowhere to be found 我记得我把这个钱放在桌上 但是现在我都找不到 好,找不到这样 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四个 好,第四个单字呢 Ridiculous Ridiculous 它的意思就是很荒谬的 很愚蠢的 这样 先看到它的这个形容词 它是形容词 好,请看到它的解释 silly,stupid or unreasonable and likely to cost after 好,非常的蠢 愚蠢 然后或者是unreasonable 就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而且有可能会造成 lauptor就是笑 大笑 大笑 比方说它的行为非常的荒谬 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It would be ridiculous to marry someone that you have known only for three days 好,这件事呢 是非常的荒谬的 哪件事 就从这一件事 这一件事 to marry someone 去结婚 跟谁结婚呢 跟这个人结婚 好,这个letter是关带 就是你只有认识三天 好,只认识三天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形容词字句 好,这个字 ridiculous 好,同学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个 ridiculous 就是非常荒谬的 它有动词 它有动词 我们看到解析这地方 动词在解析这地方 好,请看到这个动词 好,请看到这个动词 radicule 好,有没有看到 radicule 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动词 就是嘲笑跟戏弄的意思 来看到例句 in the beginning they ridiculed his proposal to increase two's past cells but it's worse 好,一开始呢 他们只是嘲笑呢 好,嘲笑他的 这个proposal就是提案 好,嘲笑他的这个提案呢 就是为了去增加 就是他的提案呢 就是去增加这个牙膏的销售量 但是这招奏效了 好,就是戏弄嘲笑 那他这个字呢 也可以当作名词 好,不可数名词 好,就是嘲笑戏弄 好,嘲笑戏弄 好,所以请你把这个写下来 写下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看到下一个 下一个单字 第五个单字 好,第五个单字呢 treat treat 好,treat呢 它本身就是 好,有招待啊 或者是接待的意思 这个叫做treat 好,那今天这个意思呢 它是用在医学上就是治疗 治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解释 to try to cure or or deal with a patient's illness or injury 好,试着去 cure 就是治愈治疗的意思 这也是治疗的意思 好,治疗 或者是处理这一个病人的疾病 或者是这个他的 injury 就是受伤 就是受伤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no doctors treat patients using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edicine 好,那现在呢 医生他治疗病人 好,以什么样方式治疗病人呢 他使用很多不同种的药物 很多不同种的药物 好,然后再来treatment treatment 好,那在这个字呢 同学treat后面加上名词字为ment 就变成了名词型 就是治疗或者是疗法 好,我们看到例句 Don't worry There are many useful treatments for cancer Now you will be fine 不要担心 有许多有效的治疗方式 好,治疗什么呢 同学注意一下 介细词 要用介细词for 好,加上这个疾病名称 好,这个cancer就是癌症 那不用担心 you will be fine 你会很好的 好,再来看到下一句 I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ere is free dental treatment for elderly people 在许多西方的国家 有免费的dental 什么是dental呢 好,dental就是牙齿的 好,就是牙齿的 好,牙齿 像这个牙裔叫做dentist 对不对 这是形容词 牙齿的 那elderly呢 就是老人老人的 好,老人家 好,请你注意呢 好,这个都要用 好,这个for 有没有 好,请你注意这个解析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析 好,这个解析 好,在这一刻因为是讲到这个 好,关于医学相关的 所以呢,就会这个我们用治疗 那当然他也有招待 或者是对待的意思 那这个用法是不太一样的 好,请你看到第二句 on my birthday my friends treated me to a fancy dinner 我的生日的时候 我朋友招待我一个非常高档的晚餐 好,所以这个当招待的时候呢 你要用戒系词to treat 请你写下treat人to 好,事物 就是招待某人什么东西 好,什么东西 好,像这一句就是招待我去用非常棒的晚餐 好,然后呢,再来看到这一句 对待 对待的用法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 好,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对待别人 以什么样方式呢? 你想要被对待的方式 好,所以其实这一句中文 我们通常会翻成 己所 不欲 勿施 愚人 就是你自己不想要这样被对待 你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 好,请你把这一句写下来 好,那当这个治疗的话呢 会有几种用法 比方说 Under medical treatment 好,treatment 就是说 正在进行治疗 正在进行治疗 好,治疗 你自己写 那再来 请你看到这一个字词搭配 Treat什么 with什么 这样 好 所以呢 这是说 治疗 治疗疾病 好 请你写上 治疗疾病 with 药物 所以这个用法呢 虽然Treat这个字还算蛮简单 但它用法还蛮多种的 而且很常见 请同学一定要把它记下来